这是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根据轰共和纽约的鬼杀人事件 故事要追溯到1971年 一家七口搬到这间房子开始 可能是因为刚到了新家 平时特别亲近的狗狗 蹲在门口怎么也不肯进屋 像是感觉到了某种可怕的东西 到了晚上 狗狗更是更加古怪 对着房子狂飞不止 但是大家都沉醉于新家的喜悦 并没有太过在意 可是第二天醒来 怪事就不太过 开始发生 房子里所有的时钟 都停留在了3.07分 正当两人疑惑不解的时候 外面却传来女儿的惊呼声 狗狗竟然莫名其妙地死了 尽管大家非常伤心 但是并没有多想 可到了晚上 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时钟再次停在了3.07分 女儿的房间里 与此同时 父亲从梦中惊醒 电视机不知被谁打开了 他四处查看 这时大门也缓缓打开 他走过去查看 可这时楼上却传来动静 他转身上楼 竟然看见女儿 对着衣柜不停撞投 父亲以为女儿在梦有 于是就把他领回了房间 第二天 只剩母亲和小女儿 在家的时候 两个人挽起了捉迷藏 可就在妈妈蒙上眼睛之后 身后的柜子 却传来拍手的声音 她循着声音过去 可是却只有一堆衣服 如果女儿一直在外面 那刚刚拍手的到底是谁 然而怪事还在继续 挽上女儿的房间里 妹妹都被整蒙了 姐姐就在旁边睡觉 到底是谁在拽她 于是她大着胆子 向床下看去 门后竟然站着一个人 她起身发现 门果然在动 她被吓得都快哭了 她赶紧叫醒姐姐 说门后有人看着她们 可当姐姐下床之后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的天 父母听到尖叫声赶了过来 女儿明显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父亲检查之后 确定并没有人 大家都以为 她只是做了个噩梦 母亲也觉得是有蹊跷 因为她的身上 毫无预兆地出现了淤青 这时她竟然听到 拍手的声音 她来到女儿的房间查看 可是她们已经全部睡着了 正当她疑惑不解的时候 眼前的荧幕令她十分震惊 但她还是大着胆子下楼查看 她怀疑有人藏在了家里 可是一番检查之后 却什么人都没有发现 只剩下那个阴森的地下室 于是她打开地下室的电灯 可是她不敢自己下去 这个时候她也紧张到了极点 突然从破旧的柜子里 被人扔出来一个玩具球 她吓得赶紧向楼上爬去 可突然电灯熄灭 她摸索许久 终于点燃了门口的火柴 可是 樓上的姐姐正在睡觉 可却听到撞门的声音 她起身查看 发现妹妹竟然再次梦游了 她也不敢叫醒妹妹 于是学着父亲的方法 把她带回了床上 可是敲门的声音再次响起 柜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于是姐姐撞着胆子 朝柜子走去 妹妹却在这时醒过来 姐姐一把拉开柜子 里面什么都没有 可是妹妹却露出了一副 非常惊恐的表情 此时父亲刚刚回家 就听到屋里传来尖叫声 她赶紧跑进屋子 先是放出来地下室的妻子 然后两人一起来到女儿的房间 女儿此时还在痛苦尖叫 他们才真正意识到 这个房子有不干净的东西 第二天 母亲找到了当地有名的灵媒夫妻 恳求他们到自己家里看看 可是就当灵媒刚进屋的时候 就分别在妈妈的身后 孩子们的身后 甚至是房子的外面 全部发现了邪屋 他们又来到地下室查看 确定这里曾经发生了 非常恐怖的事情 原来房前吊死的女人 曾是房主的老婆 她是曾经著名的 七大女巫之一的后裔 后来女巫被判绞刑之后 她就嫁给了房子的主人 并且生了孩子 可就在孩子出生的第七天 她竟然要把孩子献祭给撒旦 后来被老公发现之后 就在门前的树上自杀了 并且对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 下了诅咒 法医鉴定她死亡的时间 就是3点07分 于是他们决定举行驱魔仪式 为了以防万一 甚至请来了当地的警察协助 他们在房间安装了监听器 门把手上挂上铃铛 而且在房间放置监视器 甚至在女巫自杀的树下 也放置了可以拍到鬼怪的相机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 夜幕也已经降临 突然响起了铃铛声 地下室的门自己打开了 于是他们打算进去探索 他们尝试用声波捕捉鞋碎的频率 可是绕着屋子转了一圈 并没有什么发现 可是众人刚走出地下室 就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这让无神论的警官开始怀疑人生 这晚没再发生其他的事情 直到第二天下午 风铃突然开始摇晃 摇椅也开始自由摆动 莫名其妙地就开始乌云蜜目 一阵狂风吹过 白色的床单竟然展现出人形 然后飘向了空中 就这样贴在了二楼的窗户上 当床单飞走之后 房间里竟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她意识到不对 赶紧向屋子跑去 而此时二楼的房间中 母亲正在休息 可是她手臂上的瘀青开始慢慢加重 当灵梅赶到二楼的时候 她竟然自己打开了房门 而且只是感觉恶心而已 并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 时间来到晚上 他们再次坚守在监听器前 警官正打算到杯咖啡提神 可却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动静 她走出去查看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就在她准备返回去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房间里出现一个女鬼 众人听到声音赶了过来 可女鬼却消失不见了 这时走廊的另一头 一个身影走了过去 众人又追过去 发现是女儿再次梦游 可是相机却一直对着她拍摄 也就是说她的身上有不干净的东西 当她走进房间之后 房门自动关闭 众人赶紧追上去 可是房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这时助手赶紧呼喊灵梅 因为她竟然从监听器里 听到了两个声音 当大家撞开房门之后 屋子里却空空荡荡 女儿也凭空消失了 灵梅赶紧让助手拿来紫外灯 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 地板上出现了一串清晰可见的脚印 脚印一直走向衣柜 衣柜的后面竟然是空的 果不其然 后面就有一个暗道 而小女儿就在通道里 随后他们把小女儿救了出来 可是她却什么都不记得 灵梅决定进去查看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根绳子 正是当时女巫上吊的绳子 可就在这时 她却突然看 竟然从楼上摔了下去 她赶紧查看四周 突然身后传来女人的哭声 她回头望去 却什么都没有 可是下一秒 她顺着女鬼的目光看去 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突然出现的女鬼让她猝不及防 只见女鬼慢慢地转过身子 开始向她逼近 她赶紧逃跑 并且顺利地从地下室跑了出来 原来她感受到了所有的一切 曾经的女巫自杀之后 附身在了下一个房主的身上 被附身的人会掐死自己的孩子 而女主人身上的瘀青 正是被附身的前途 正当众人一脸懵逼的时候 桌子上的十字架开始纷纷掉落 接着就发生了恐怖的隐移 呃 年纪 幸亏凌梅及时剪掉头发 这才化险为夷 等到天亮之后 凌梅竟然听到女儿叫她的名字 她寻着声音来到湖边 竟然发现她的女儿在湖中飘过 她赶紧蹲下去捞自己的孩子 可是却只是一副假象 她赶紧打电话给家里的保姆 确定自己的孩子十分安全之后 她才放声大哭 她十分清楚 这是女巫给她的警告 果不其然 到了晚上 她满屋子寻找外婆 可是灯光开始忽明忽暗 她吓得躲进房间 可是房间中有一个人正在给娃娃梳口 而这个娃娃正是著名的鬼娃安娜贝尔 外婆听到孩子的呼救声赶来 可是却怎么也打不开房门 正在此时 灵梅夫妻赶回家中 此时椅子开始朝着女儿的方向 与此同时 他们接到电话 女主开始不受控制 他们赶紧联系警官 再次来到他们的家里 此时的母亲竟然想要杀死女儿 费尽全力众人才把她制服 此时的母亲已经被完全附身 她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到了地下室 几个男人甚至都压不住她 灵梅趁机将一块白布盖在她的头上 并且用绳子把她捆在了椅子上 众人决定开始驱魔 他们拿着圣经开始祷告 邪魔开始发出惨叫 整个屋子都开始跟着颤抖 外面开始飞来大量的乌鸦 邪魔的挣扎开始越来越强烈 随着驱魔一世的推进 女巫终于现出了真身 可是下一秒 她突然恢复了安静 整个椅子竟然开始腾空 女巫明显已经控制了身体 她拿起剪刀 想要去将女儿献祭 就在这时 灵梅搬出了上帝的名号 另一个灵梅则是盖住了她的天灵盖 开始唤醒她自身的灵魂 母亲的意识慢慢苏醒 故事的最后 他们成功战胜了女巫 其实真实的事件结局 一家七口只活了一个人 其实邪恶的力量一直存在 人类与其之间的抗争也从未停止